再一次出手 可惜没接 可惜 毕竟点上去有防守的哦 稍微点难度 加外围 一个严重感到3分 市长陈金曼实际体验电竞赛事的刺激感 这是今年的高雄电竞大赛 吸引各地无数好手来同场竞技 同时也举办了虚拟运动体验展 让民众感受这种不受空间限制的运动方式 陈金曼表示 希望透过电竞及虚拟运动的推广 在高雄建立数位化的运动环境及产业平台 电竞产业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结合硬体跟软体 能够形成相关的产业 事实上高雄市也有几家 非常不错的厂商 像上次我们就会在 我们的前进运动中心 就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些应用 这一次的体验上 我们的扩大规模 希望说能够成为一个 虚拟运动产业的一个平台 能够让我们的电竞产业 能够获地增加 我们一般市民都可以使用的 各种受限于空间的这种 运动的训练或游戏 参与这项盛事的民意代表 希望科技运用在全民运动上 也期盼师傅在虚拟运动的推广上更加用心 在场馆上也期盼在各区运动中心 能够设置虚拟运动的场域 科技结合体育这个是趋势 那我们未来 我们除了科技结合体育以外 全民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利息 也是我们的虚拟运动 所以也希望各市政府 能够在我们虚拟运动的推广上面 能够放更多的资源 能够对这个新的虚拟运动 更大力的来支持 那另外就是场馆的问题 现在高雄市政府在各区 都有这个新建我们的全民运动中心 希望未来也能够在我们的全民运动中心里面 也能够有一个我们虚拟运动的一个场域 高雄电竞大赛及虚拟运动体验展 市长曾吉麦期盼能发展完成的软一体产业链 积极培养电竞好手外 也能推广市民朋友体验 虚拟结合的运动及游戏乐趣 记得钟恩成采访报道 以后一会 knowing 是一个未来的为什么 只认典性的 spider